各位胡夫骑车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胡夫骑车 今天6月底了 毕业的季节到了 或者是说暑假要来了 有些话想要跟年轻的朋友们聊聊 那我相信在我的节目收视群里头 有一大部分是国中或是国小的同学 那么暑假就要到了 有些话呢想跟各位聊一聊 最近的话呢 刚好有两位家长带自己小朋友到台南来找我 那有一位非常远 从大陆的天津过来 我真的是感觉到 各位家长对小朋友们真的是呵护有加 而且都是独生子啊 父母亲对你们的疼爱啊 真的是我也不知道 现在少子话 可能父母亲对你们都非常的宠爱有加 那虽然进入暑假了 还是要尽量听父母亲的话 主要是这样子 暑假嘛 先讲两件事 一个是暑假要到了 另外一个是毕业生的季节 那我们先讲毕业生好了 这个可能接下来的人生呢 你们会面临新的世界的挑战 那在前几天我参加我们小朋友的毕业典礼之后呢 回教室呢 老师都会有一些话跟毕业的同学们做个勉励 那我觉得老师们有老师们的立场啊 有一些东西可能讲的还是比较八股啊 毕竟还是有一些话就不能够讲的太明白 总是用鼓励的一个方式去劝各位同学 那我想今天我就也跟各位聊一下这个 那我想说的是呢 各位现在呢 你一定是 你不是小学六年级呢 也就是国中三年级或高中三年级 你是你们学校里头最资深的人了 那可能这个时候在你学校里头 你也有可能你的作文是全校最厉害的 你可能你的赛跑也是全校跑得最快 但是呢 你到下一个阶段之后 你就要重新洗牌 你就到当你国小进到国中之后 你就从你们学校最老的那个老鸟 变成另外一个学校里头最菜的菜鸟了 到时候呢 你会有新的挑战 那人生就是这样子 你到新的环境之后 你一开始你必定会有非常多的不适应 原本你是跑得最快 跳得最高 跳得最远的那一个 可能你一下子变成最平庸的那一个 但是没有关系 这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你本来是一条鱼 你游到一个更大的湖泊里头去 里头有更多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新的挑战 但是这些都是人生的过程 不是只有你遇到而已 每个人都会遇到 所以你不用害怕 挫折是让你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值 挫折很多种啊 可能包括刚刚提过 你可能不是跑跳不是最快的 你可能作文不但是全校最好 甚至你可能还要面临你喜欢的女生 被别的男生追走 这种各式各样的不如意的事情都会有 但这都是过程 不是只有你遇到 每个人都会遇到 听过去啊 那我也希望各位同学们 尽量以课业为重 我们讲到课业啊 这个课业是你人生最 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不是说书读的多 读的好就是一定有成就 但是我相信你如果在学校的时候 你是学生求学阶段的时候 如果你的课业成绩比较好 你的选择的机会会比较多 如果你的成绩表现比较弱 你能选择的机会就会相对比较少 我相信这是很客观的一个说法 你成绩好的你可以选 你可以去选成绩差的人可以选的东西 但是你成绩差的人 你没有办法去选择 只有优等生能选择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要你把课业看得很重 但是我希望各位尽量把它当一回事 因为在求学阶段 你可能功课就是你生活中的重心 当然还是要讲 不是每个人家里面的环境 都可以让你只担心你的功课 我知道 但是我希望尽量你既然在求学阶段 你一定要把功课尽量的当一回事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不利的条件 那我只能说每个人情况就是不一样 那我也希望你尽量去克服 还是把课业的部分尽量把它当一回事 课业这种东西呢 不是说为了应付学校考试而已 它会累积在你身体里面变成一种能量 那我希望说各位 尽量你宁愿死读书也不要不读书 有些东西课本上面的知识 它是一个通识 它是一个通才都会用到 通普通的一个知识 就是你以后用到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那把它累积到你的体内 以后有一天它通常会活过来 在你的身体里头变成你的能量 尽量把课业当成是一回事 那么再来就讲暑假要到了 暑假是一个青少年朋友 非常容易出各种状况的季节 那讲几件事 第一个请你注意你的安全 特别是夏天 你如果去海边去河边 去有水的地方呢 一定要特别小心 绝对要注意你的安全 水火无情 我们家以前在我国中的时候 距离现在就差不多是25年前 我们家那个时候有承包一块地 然后里头有很多的鱼温 我们也养过鱼 养过鸭子 那么在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开学前一两天 就有这个小朋友啊 偷偷翻墙啊 就进到我们家那个渔屋里头 去玩我们的那个作业用 就捞鱼啊 或者是赶鸭子用那种煮法 就打翻了 翻了三个人里头 有两个人在我们家那个 鱼温里头就溺斃 这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啊 那每年夏天 这种玩水出意外都会有 千万千万注意你自己的安全 不要让你的父母亲 然后一辈子都很遗憾了 再来就是说 嗯 这个如果你叫男女朋友我干嘛 拜托 这个该注意的事情 请你一定要注意好吗 这个 这个就懂就好了 对不对 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交往中的对象 拜托 暑假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你自己的 该注意的东西 那 OK 就是一个提醒吧 因为 嗯 主要是 有一些家长会跟我们说 这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看我们节目 把我们当偶像一样看 那可能家长讲的话 他们不放 不放心上 可是我们讲的话 他们会愿意听 我知道有这种现象 一定有 我 我也曾经 那么样的年轻过 我们也有很崇拜的老师 很崇拜的 长辈 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有用 我们都会挺 那 今天没有人 要我特别录这一段 是我自发性的 觉得 那么 还有一个部分 也想跟各位聊 我自己做影片 做到现在五年了 然后这五年期间的变化 是很大的 当然我指的不是我的变化 是 有些人 有些我的收视朋友们 变化很大 那因为脸书的关系呢 有一些朋友们呢 当年看我节目的时候 他可能加了我脸书的好友 那当年的话 可能他是小学六年级 或国中一年级 但是随着五年过去 或者四年这样过去 他们变成高中生了 从小学六年级 到变成高中生 这五年的变化 是非常大的 一个人呢 如果三十岁到三十五岁 可能变化不大 五十岁到五十五岁 变化可能更小 但是呢 变化最大呢 我相信呢 应该就是这个 十二岁到十七岁 这段期间的变化 会非常的巨大 那么我永远记得 有一个小朋友 就特别有一个小朋友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这当年他 就我们脸书上 建立友谊关系之后呢 就会看到周遭 一些生活动态 他破了动态 我可以看到 他呢 就是慢慢你会发现呢 这个变眼金刚的玩具呢 在他的生活当中呢 慢慢慢慢的那个 出现的机率就变少了 慢慢的取代的呢 是变成了他的同学们 他的女朋友们 这样子 就慢慢慢慢 我们可以感觉到说 哇这个 小朋友已经慢慢不玩 变眼金刚了 但是这也很正常 非常正常 你可能 一段时间之后 或许你想到 你又会再回来 或者是你从此再 跟变眼金刚没有关系 那么可能若干年后 你想起虎不其事 或听到虎不其事 那也只是你 童年的一个 听过的一个 YouTube上面的一个节目 就这样而已 也没什么 但是我要讲的是呢 就是有一天 我赫然发现呢 这一位 本来是小朋友 现在变成年轻朋友了 他的这个脸书的 这个照片上面 居然出现了 摇头丸这种东西 那我心里面 是有一点震撼 就是 变化居然是这个样子 就从玩具的照片 到最后变成 摇头丸的照片 OK 就变化实在是非常巨大 那 因为毕业到了 暑假到了 那就 就突然的这样子一个 情绪来跟大家讲讲话 那么我最后的结尾 我就用 成龙啊 拍电影的成龙了 他呢 在我小时候 就距今 可能在那二三四年前 他拍过一个公益广告 他这个广告里头 讲到是他的父亲呢 在叮咛成龙呢 你要离家到外面去拼搏的时候呢 成龙的爸爸呢 告诉成龙 说你两件事情不要做 就是不要加入黑社会 然后就是第二个叫做不要吸毒 那几十年前这句话呢 就刚好我可能电视都刚好看到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记得很清楚 那几十年后 我就把它拿出来 再跟各位做个分享 我也希望有一天 若干年后 你也可以把这句话 告诉你的下一代 告诉你身边的年轻朋友们 跟他说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他染黑跟染毒 不一定绝对会毁了你的人生 但是你一定会付出相当的代价 不管是你是缺少朋友的关怀 或者是说有朋友劝你 诱你 然后就是跟你赌一口气 说我劝你 我看你不敢啦 你脑肿 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这个都不敢试 这种东西让他小时都没有关系 因为有些 黑社会跟毒品这种东西 会让你叫做身不由己 一旦染上的话 有时候就不是你说不要 他就可以跟你切断关系 很难 非常的困难 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 当年成龙的父亲 一再叮咛他 这两件事情就不要碰 特别特别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 如果你 有听到这边的话 我也希望你 嗯 就是特别特别 祝福你自己的安全 好吧 那今天最主要就是 讲几件事 就第一 就恭喜各位同学 毕业了人生新阶段 祝福你有新的一个开始 再来就是暑假的时候呢 请注意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再来就是说 你的人生未来 两样东西不要碰 OK 那就今天跟刘伟聊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也许有下一集再见 拜拜